安安 我是莫仔 这次来说一下德伯雷卡戒指的获得方法 首先你可以在这些猎场几率获得德伯雷卡戒指的入场票 道具名称是被遗忘的汪雀证物 拥有入场票道具之后 打开ESC的冒险的艾雷克亚的试炼 按下去进入房间 进去之后你会看到一本很大的书 跟书对话消耗入场票就可以开始 厂商会出现各种颜色的石头 这个时候需要留意你身上的Buff 系统会随机给予你一个颜色的Buff 建议选择跟你身上颜色相同颜色的石头入场 因为选择相同颜色的话可以获得更加高的攻击力 每一个房间都需要把场上的怪物杀死 唯一不同的地方 把怪杀死之后会随机出现三种机制 第一种机制是地上会出现很多黄色圈 需要在宝箱掉下来之前踩黄色圈 这样才能获得金块 第二种机制是会出现一只守护者 然后场地上会出现很多只狼 把狼杀死就能获得金块 第三种机制是会出现一只巨大的阿普阿鲁 不断攻击阿普阿鲁就能获得金块 完成机制之后场地上会出现很多宝箱 把宝箱打爆就可以获得奖励 好运的话又可能开箱开出的伯雷卡戒指 确保把所有宝箱都打开之后 跟大门的蓝光对话回去主房间 这样就完成一轮 总共需要完成三轮 因为每种颜色的石头只有两个 所以去到第三轮的时候 随便选一个颜色进去就可以了 完成三轮回到主房间 所有石头会变成金色 走进金色门对话 就可以进去最终的奖励房间 奖励房间最大的宝箱 必定开出两个不敌的德伯雷卡戒指 确保把所有宝箱都打开之后 跟接着会出现的NPC对话 就可以传送离开阿雷克亚的试炼 请不吝点赞 吱咨修洗